大家好,我是小美 最近收到一封来自匿名网友的投帝 口速淑女对爱爱的感受 下面让我们开始介绍这位淑女对性的看法 我的兴起萌很早 小学三年级的一本不靠谱的黄书 开启了我的一个新世界 作爱 呃 呃 六年级的AV是对我的一个影像冲击 哦 啊 后来我像练集一样 不断提升对性之以明知哲学的理解 GV动漫书籍广播剧生理知识 谈恋爱都不断地扩充了我的知识库 但其实我在练集路上一直在遇到阻碍 我把这个阻碍起了个看起来很牛逼的名字 性压抑 我坐在沙发上看单美小说 我那温柔的妈提醒我 女孩子不能插开腿座 合上腿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孝顺的姑娘 所以我听话的必懂腿座好了 但是我超级疑惑 因为经过本人的观察 来自火星的男人都是张开腿座的 除了给朋友们 我问我妈 为什么我们要闭上腿座 我妈又再次向我使用了大杖 你还小 不懂事 天河连剑 我当时都已经在滋味路上成功已久了 在一个聚会上 我优雅又不庸俗地抛了一个黄段子后 我的一个密友说 你别说这种话好吧 这个对女生影响特别不好 嗯 我疑惑了 但是那个谁不也说了吗 她是男的 拜托 你一女的 说这话不害臊吗 我很深沉地晚上回去 握着我的草莓味润滑油 思考了很久 可是上帝没给我答案 还有我看到了 我那平时看高艺人漫画 看得很嗨的闺蜜 一脸懵懂地 面对自己男性朋友的黄色冷笑话 好吧 我就当她真听不懂 我得坦诚地承认 性这个本能 在一开始对我来说 我认为她是肮脏的 是禁忌的 是私密的 是我的秘密花园与灵魂的背面 我在高一暑假 躺在卧室的地板上 胡乱地抚摸自己 想着自己喜欢的人 渴望释放 但又不得要力 最后 在极其疲惫的情况下 心情郁闷地躺回床上 很久睡不着 我记得过程中的压抑和恐惧 我心中的猛虎 想出来绣墙碑 还在警方爸妈听到 没有人 书本 视频真正的科学的来引导我 万能的互联网上 全是将男性群体 自我发掘 自我享受的 对女性欲望的关怀 实在实在太少 几句简单的屁话 善用手指 蓬蓬头不错 找个男朋友 简直让人失望透顶 我在黑暗中 听着自己喘息声 充满了无力感 我无法与别人 诉说我的苦闷 我周边的女生 甚至不愿意提起 月经这个话题 我在性上 是自己一人探索的 所以 当我第一次知道 男生宿舍的 开放和共享 我心中第一反应 不是痛吗 龌龊 而是涌起种羡慕 自己去明白 最本源的欲望 好艰难 我还记得 在第一次 自己深刻地感受到 身体的内部的颤动后 我满头汗地躺在床上 数着我的心跳 满足到空白 然后 我慢慢地去洗了个手 之后安稳地沉沉睡去 我常想 我们女生的欲望 要怎么解决 我们真的是 矜持内敛到 没有欲望 我们的性冲动 很晚 骗鬼吧 我不信 我们的第二性征 发育得很早 我们成长得比较早 无论是身高 还是心理 网络上 专为女性服务的 H1写手 以女像的路股游戏 充满心暗示的广播剧 多得数不胜数 有需要才有市场 你们不知道 市场有多大吧 我觉得 AV是为男性服务的 所以 我转向看JV 有活力 充满力量的肉体 很棒 JV其实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教材 主要是 精神刺激功效 我的前男友一次 发现我看JV 直接地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恶心 我愤怒地回击 我看JV跟你看 JV有区别 他不能理解 我更不能理解他 大一 在女生夜聊中 我竟然听到了 做爱很恶心 女生不能碰自己的言乱 可爱又可怜的姑娘们 甚至不知道 处女魔不是一个 封闭的结构 她们甚至还没有 去了解就给星判的死刑 她们因为家人 或一些社会因素 就直观地觉得 这是一件坏事 我试图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们 这只是身体想要唱首歌 你就拧开开关好了 但当时我是落败了 一句 你很开放 我就是不能接受 我无言以对 我们在精神感到匮乏时 会去学习 读书 交流 利用各种方式去弥补 而我们的身体 感到匮乏时 我们否认 否定 不信任自己 而几年后 在真正地了解 进这个东西后 我的朋友们 看到我桌子上的润滑油 终于也能坦然面对了 但是 我还是能遇到 好笑的直男癌患者 他们一边过度 使用双手自音 一边又叫嚣着 女人要守真 要克制欲望 也不能容忍女人 表达自己的欲望 我奇怪地看到 社会对男性 自慰的包容 和习以为常 但又对直白 表达自己欲望的女生 惯一婊子 骚扰这些极具 侮辱性的称号 追求欲望有错 我的身体 到底要受谁来掌握 我承认自己的自慰行为 并不是出于什么 女权思想 抛开男女来说 吃饭是欲望 相应的 性欲也是欲望 当我压力很大 或者周期性地 想要释放欲望时 我选择自慰 我自己解决 我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在做一件 关于自己的事情 我没有滥交 性交易 被包养 做小三 我堂堂正正地 感受自己的欲望 我从来不觉得羞愧 我发现了一个 更完整的我 我对自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和认识 所有神话的根源 几乎都离不开幸运 这是我们生儿 就有的一个东西 请别乱设限制 欲望就是欲望 也别否认自己的欲望 我承认了 也掌控了自己的欲望 也并没有成为 所谓堕落的女孩 我三观还行不外 不是坏学生 也不是女流氓 做了一些喜欢的事 在社会框架内 努力地活着 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下 女性的欲望 被极大的压制 传统的新观念 还是如同雾霾一样 怎么也去不掉 她伤害了很多好姑娘 也交换了很多好姑娘 确实不需要去向 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渴望 但认可自己的欲望 并想办法释放这一点 谁也别想拦着 黄叔 爱情暗 信片 广播剧 男朋友 与朋友 甚至信仰 都很不错哈 有欲望是正常的 哪位哲人说的 人所具有的 我们都具有 包括弱点 我大言不惭的加一句 也包括欲望 偏见来自于无知 对 Zukunft 冰元 áreas 必须 来真正 好像 感觉 启 感觉